回來第二節 升旗易得道 我很久沒說了 記得支持六部曲 我們先說說哪一部曲 他們忘記了 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Facebook Share 訂閱我們頻道 加上就是月費贊助 本月月費就應該由 1月6日到 下個月的5日 現在是月尾 但是 未月費贊助 就可以按比例去月費贊助 因為現在是年底了 新年 我們前幾集應該說過 新年那個 年關難過 因為所有人的洗費都大了 包括 問我們 有些資助的那些學生 或者其他人 所有人的新年其實都花了很多錢 當然也包括聽眾 所以你們鬆動一點的話 就是月費支持我們 如果你沒有什麼錢 新年麻煩你再看兩個廣告 幫你再看兩個廣告 好了 我們現在看到那個 大陸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是十分之惡劣的 第一節我們也有提及部分的情況 例如那些戲院 娛樂場所 全部關閉 意味著 人流集中的地方基本上是 不能夠去的 因為一去到很容易 交叉感染 而這個疫情 其實是嚴重到什麼程度呢 昨天我們 有分析 疫情可能比大家想像中要嚴重100倍 但是我們今天會作出 一個更加新的修正 應該是遠遠 超出我們的想像 不是說100倍的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現在那個 湖北 總共有13個城市 就要封關 是要切斷了對外的交通 不讓人進出 以防止疫症 其實主要是防止疫症向外傳讓出去 因為如果你 老實說 我相信現在也是 我把頭等機票送你去武漢 沒有人想去的 你拿照片指著他也不去啦 別說自己自願啦 好了 好了 現在哪13個 城市封關呢 我讀一下 武漢一定是 周邊的黃江 岳洲 黃石 咸寧 孝錦 天門 仙徒 剃江 荊州 徐州 襄陽 宜昌 十燕 恩斯 神龍賈臨區 赤壁是屬於荊州 因為大家一聽 其實那個位置 有很多三角 三角演義 出現的地方 名字 沒錯 大家都會聽到那些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也是比較古代的 剛才你聽到的荊州也是啦 劉比謝荊州 一去沒有回頭 大家會知道 那麼多個十幾個城市 都要封關 其實是意味著甚麼呢 意味著 他們 完全沒有任何方法解決 只能夠封住這個地方 不讓病毒 蔓延全國 尤其是 上海 北京 深圳 其實呢 我們有個網友就說 赤壁 因為 赤壁在現代就不是一個 重要的城市 沒有人看的 他看到連赤壁也封了 當然就立即想起 赤壁之戰啦 當然 所以現在你就看到 現在大陸的情況 真的是赤壁之戰 火燒連環旋 一座城市燒著另一座 而你的鐵索 鐵索就是你的鐵路系統 就是你的高鐵 鐵索連周 把高鐵連住全中國 一個燒一個 原本就是魚鯉平地 在江上 把大軍放在江上 現在病毒的大軍 就在你的城市之間 沿著你的高鐵 向全國進發 就是魚鯉平地 所以 剛才我們好像也沒有說一個 香港政府就算你不讓 武漢的飛機來香港 是一點意思都沒有 因為今天就是有 武漢的人告訴你 我搭飛機到深圳 一陣就來到香港啦 然後 在深圳的 福田站 坐高鐵 二十分鐘就來到這個西九站 所以剛才大家 經過這個西九 柯士甸那些真的不該小心 一見到 一見到拖行李箱的人 你會立即想 彈開的 基本上那個就等於病毒了 現在很危險 還有網民發起 叫做和理 不知甚麼東西 叫人去那個 高鐵站 其實千萬不要 這是POPO出的 我其實有看到 我們經常說人家捉鬼 我覺得這個很危險 我不喜歡捉鬼 但是 坦白說我覺得這個行動 的朋友 你真是 因為真的太危險了 你其實是把戰友送上去死路 坦白說 連守高鐵的警察 其實他們都是高危一族 根本就不應該去那裏出現 所以我真是嚴正呼籲 千萬大家 任何網上的吹街行動 都不要去那些地方 大家 這些時間 留在家 保住條命 這是最重要的 第二 這些工作留給警察做 等三五七千個警察感染 現在就等於被人轟炸 如果 繼續用軍事的角度 等於 那些病毒轟炸你 等於一大堆導彈還是轟炸機 瘋狂頭彈 你不需要集結的 現在的陸軍 我們是陸軍來的 我們沒有飛機和船 那你衝出去做甚麼呢 其實你應該躲在防空洞 甚麼都不要做 躲在防空洞 不要無端端衝出去 現在的情況 讓警察出去感受一下疫症 讓警察出去接觸一下病菌 他們出糧嘛 他們應份去面對 是不是 現在 整個湖北 這個湖北省人口總共有五千萬 現在基本上 接近這13個城市差不多封了 可能小的也不算 你想想 說五千萬人口被困了 現在他們是 面對著甚麼呢 今天我看到有些海外的保障 有可能有特派記者 拍了這個 武漢裏面的情況 本來人來人往的高鐵站 又或者大街 全部是沒有人 那些人在哪裏呢 應該是全部都躲在家裏 但是 我想問當一個疫區 他們要 鎖關的時候 他們裏面還有沒有人上班去 製造食物呢 他們的食物 還有沒有辦法進去呢 這些我們其實也關心不了那麼多了 我們自己理解自己 但是 如果是這五千萬人活在湖北省裏面 基本上是絕境 他們也不知道甚麼時候可以看到生天 所以他們是會拼命向外逃走的 不只是你這裏 不只是武漢的機場 偷偷地去其他地方 有機場的 那就可以來到香港 或者飛去其他地方 他不用跟人說武漢來的 現在呢 比起昨天說的時候 還多了 一個封鎖範圍 你計算封鎖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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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這個是 最基礎的 那個計算 當然人口是流動的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做統計 但是大致上你可以計算到 湖北省已經有超過五千萬人 那麼你 現在你怎樣管制 你要用多少人去管制五千萬人的流動呢 你可以想像到這條數是否算成功的 如果呢 他其實派了警車 在那些公司公佬封關的 不讓那些車子出入 但是 你的警車 究竟能否擋住那些人呢 其實好像喪屍一樣 大家看喪屍電影 你有人在那裡封鎖 但是呢 如果那些人 要向人衝過的時候 你難道向他們亂槍掃射 像香港那樣 射橡膠子彈 上面應該不會射橡膠子彈 應該會射橡膠子彈 不過我怕你不夠那麼多子彈 你射完之後 第二排衝上來 就向著你咬了 就變了喪屍了 現在 上面 也好像是 發生生化危機 因為事源 國內的人民 實在是太勇武 他們面對那些醫護 就是說如果你不救我 他們 就是撕開這個醫護的口罩 還有防護衣 就說如果我死 你也要跟著我一起死 你要陪葬 你要陪葬 如果以擁武的角度來講 他們真的相當之 相當之堅 你們香港 搞了那麼久 抗爭 你就是沒有了 口說就有了 如死妄破 跟你抱著報仇 但是他們呢 只是一件事他們就已經是 立即做給你看 當然啦 上面你會 拿開那些 醫護的口罩 就不會被人告你 意圖謀殺 什麼 又不知道什麼 很多控罪 暴動 暴動 沒有人告暴動 整班人在醫院那裏集結 作出擾亂這個 社會安寧的行為 為什麼沒有人告他們暴動 上面沒有律政司 沒有黑警 黑公安 黑法官 黑律政司 但是上面是公檢法合一 原來沒有香港那麼黑 所以 本來這次就不是說這件事 但是這裏真的要討論一下 上面明明是每一個東西都是黨控制著的 每一件事都是公檢法合一的 他不是染紅 他本來就是紅色的 那為什麼上面 的這些 群眾是沒辦法管制的呢 你看到分別的 你用心去想一下大家的分別 就是因為他們 其實跟抗爭沒有什麼關係啦 不過他說我死了 他真的說得到 說到做到即時做給你看 他不是預告我跟你說我下個月多少號 跟你來過三把 他不是預告呀 即時來表達你就扯你的口罩嘛 就咬你一口噴口水噴在你口上嘛 即講即做 這個就是個分別 公檢法合一有什麼用呢 你拉他去暴動 他說我什麼怕的 我也快要死啦 你拉我暴動七年八年嗎 我現在就先咬你一口 這個就是個分別 所以香港的運動 也是果足不前 是有這個原因的 當然啦 其實他們的行為 很野蠻 很野蠻 很uncivilized 我也不是讚揚他的行為 但是 就是 我剛才說起這件事觸發我的思考 我覺得要想一想這個問題 當一個人在生死存亡的關頭 他就會垂死反抗 但是香港人呢 其實是 其實真的是 好像還沒有做到垂死反抗 即使我們面對那麼多犧牲 是 好像被人屠殺一樣 殺了那麼多人 有那麼多人無端墮樓 所以 那個 情況也挺令人 是唏噓的 是十分之唏噓的 我們看到 不只是這次出現 其實每一次大陸的人都很勇武 對於反抗政府 對於反抗政府 以反抗的角度來說 也是那一句 是很多值得參考的地方 你們醫護 連罷工也想那麼久 人家一下子就扯掉你的口罩 就罪你了 你還在想我下個月 初四號罷工呢 有多少人參與呢 會不會被人起底呢 的時候他已經一下子扯掉你的口罩 你還在想 你還要初四嗎 你不是即時嗎 說得好像初四 1月28日就初四了 1月28日就初四了 那麼你想一下 原來你還要跟病菌團連 今晚 還要跟病菌團連 明天初一還要跟病菌拜面 這個真的沒辦法 那個行動力 行動力的果斷 其實是不足的 從來都 我們另外再說一件 題外話 其實也不是題外話的 這個也是一個 那個叫做 很重要的 之前有一個 專家 北京大學 第一 醫院 呼吸和危重症 危重 正醫學科主任 王廣發 1月10日的時候 對著 所有人說 這個武漢疫情 受到控制 大家不用擔心 1月21日 他證實 感染了 然後 現在他說 最快四天之後可以出院 為什麼呢 他吃了愛滋藥 原來他有愛滋病 他本身應該不是感染肺炎 應該是愛滋病 現在吃了藥 可能會好一點 可以立即出院 大家會看到 這個病其實 最令人擔心的是什麼 是可能跟其他病交叉感染 因為 現在那個人口造成了那麼大的流動 現在 一個武漢一封五千萬人 一個湖北省 裡面的人想盡辦法衝出來 是不是 多嚴重呢 其實我覺得最糟糕 最糟糕 是今天國務院 出了一個公告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是覺得那個 情況是怎樣的 簡直是一個亡黨亡國的公告 為什麼呢 讀一讀吧 我讀一讀給大家聽 今天上午11點的時候 國務院出了一個公告 關於 徵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問題 線索及意見 建議的公告 現在告訴你 國務院 竟然在今天 出了一個公告 就要收集那些疫情的問題 以及防控工作 的線索 以及意見 大家看到這個公告會覺得是怎樣的 我覺得很可怕 原來整個共產黨 不知道這是什麼一回事 他們還今早上 我特意看中央台的 我今天特意按住中央台 就是報習近平出來伸春團拜 在這個人民大會堂裡面 他們政府對這個病毒 完全是一無所知的 怎麼做 現在叫你們給你意見 線索問題 線索 你看到線索才害怕 你幾可見到他忽然間會有一個公告說 要尋求線索 現在不是尋求那些意見 其實他就是想問你 問你民間有沒有什麼人可以給他意見去解決 那個 防疫 現在根本就是完全做不到防疫 換句話說 過往幾個月以來 一直都是在收緊一些錯誤的情報 這個跟我們在說香港的情報 一直的分析是一樣的 一直在下面的人不斷地給予一些 假的希望 假的報告 專家一直在虛報的情況 這個情況 可以有多嚴重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是可以亡黨亡國的情況 在1958年 中國 出現了三年的大饑荒 但是為什麼會有大饑荒呢 當時風調雨順 沒有任何 天然災害 沒有任何 打風也特別少 為什麼會餓死4500萬人 原因就是 報告造假 現在中國人 還是從當年的覆轍 完全把那些東西蓋住 疫情 100宗就報一宗 或者1000宗就報一宗 然後說沒有死人 現在才死 20多人 你信不信呢 刁拔 刁先生今天也跟我們 Message說 他現在的情況 就像我們那天說 韓國瑜點票 讀數 他先借 這個 先壓制 那麼 那麼 所以 其實就是100宗就說 一宗就想先掩蓋 但是 數字就是幾何級數的在倍升 最終 就是掩蓋也掩蓋不住了 因為疫症已經擴散 到其他周邊城市 以及到北京上海 現在是黑龍江 已經北上了 已經北伐了 這個疫症 黑龍江其實應該很快就去俄羅斯 其實應該已經過了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俄羅斯和中國是一樣的 對於 防疫的情報 的壓制是相當之在行的 他不是對於病菌壓制 對於那些資訊的壓制 其實對於俄羅斯來講 病毒死了一千萬人 都可以公佈沒有死過一個人 甚至乎沒有病發 或者沒有感染個案 所以大家不用對俄羅斯有任何的關懷 有救得他們死 其實也沒有所謂 我們說回這個 這個病毒 大陸的情況 500年為甚麼會餓死那麼多人呢 就是當時 他們 要爭向上面說 我們那些謀產萬斤 個個都報萬斤 個個都報大數 然後 國務院收到的報告就是 大豐收 那麼我就可以拿糧食去派給人 太多糧食吃不完怎麼辦 老毛說 唯有一天吃狗餐啊 要不然怎麼能吃掉糧食呢 是不是 好了 到了那些糧食 一打開瘡 原來沒有 個個虧空 才知道餓死人 餓死人也不可以批糧下去救災 原因就是你要交給上面 那些糧食是在谷倉裏面 全部都是在中共的糧倉裏面 但是就不會開給人 現在的情況是一模一樣的 跟當年大躍進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 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 現在這個 武漢肺炎 是一個大牛市 是會用一個 很強勁的增長 勢如破竹的勝負 可能會很快突破一千萬宗 五千萬宗 即是幾何級數 其實病毒那個 擴散推演 從來都是以幾何級數倍升的 為甚麼要做防疫 其實病症也是這樣的 流行性感冒 如果你一不按著它 它就會這樣 會倍升不斷地爆發出去 其實 沒錯 所以 現在這個情況 我們看到 它是 完全沒有能力控制 甚至乎 是面臨失控 所以有些KOL 也不怕點名說 說這些是人口控制計劃的陰謀 坦白說 中共是無可能控制到那件事 你說這是一個人口控制的一個 陰謀計劃 這是一些很可笑的陰謀論 我敢說是 智商有些問題 因為沒有人 因為全世界都在搞人口紅利 也希望有人口紅利 有兩個國家是人口沒有增長 他們都沒有 經濟是不能發展的 一個國家要發展經濟 一定是增加人口 一個叫俄羅斯 人口每年都負增長 一個叫日本 日本為甚麼經濟一直沒有辦法 回復一直不能回身 因為人口沒有增長 所以 不會有國家 蠢到要 用病毒去毒死的人口 黑太陽731 部隊 以及你的sauce and reference 在哪裏呢 那些人是想壞腦的 絕對是想壞腦的 現在問題 他自己也搞不定 我們 反過來 他不想 但是 不代表 這件事不會發生的 人口 這次是有機會大規模滅絕的 這個情況 但是是不是他主導的呢 這個 可能真的是法輪功講中了 天滅中共 因為中共 所做的 所作所為 是使得這次疫症大規模爆發的 直接原因 他一直以來 就是用一種 打壓的方式 封鎖你 香港人叫你提醒防疫 竟然有個阿伯 打起一個弟子巾給他的 鬼佬 這些人渣 應該拖他去餵蝙蝠啦 如果你告訴我 武漢人需要 有些救援 問他們香港人捐多少的時候 我告訴你 我捐一萬隻蝙蝠 這應該沒有那麼多蝙蝠 想辦法 當然沒有啦 有些 蛇呀 老鼠呀 什麼都捐上去 所以 這次 有機會好像當年歐洲那樣出現黑死病大規模的人口滅絕 也有可能發生 因為你想想武漢這樣的風發 從來沒有試過的封城 封城是很嚴重的一件事 不是只有一個城市 現在是13個城市 基本上整個湖北封了 是不是 所以 所以 香港人 做足 保護措施 在這場仗 我們其實是什麼都不要做 最重要是保護好自己 留一條命 我們還有機會贏 因為他可能比你更多死 這次時間 差不多了 拜拜